好 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鸡蛋的问题 那现在呢 看到 这个农业部长陈吉仲 跟中央续场会董事长林聪贤 两人都已经双双请辞 获准拍拍屁股走人了 好 那现在再一档解读 这是不是在避重就轻呢 这个轻就赖轻得 那因为呢 如果不这样的话 蓝营可能万箭齐发 就会针对陈建仁蓝 可是我们看到呢 大观的部分 当然了 感谢他的辛劳 但是看起来是不是在提油救火 我们来看一下 总统发言人呢 这个说 总统感念陈吉仲 长期的用心跟辛劳 进口鸡蛋专案 执行的层面仍有不尽周延 还有可精进之处 那么行政团队应该要落实 检讨精进 好 看到呢 总统发言人这样的话 就是小英讲出来的话 那这个大家都炸锅了 网友非常的生气 哪边不周延了 很周延啊 纳税钱都处理好了嘛 包括补贴 包括你现在要去销毁等等 都是拿我们的钱 哪里有处理不好 带罪羔羊也有了 防火墙也设好了 好 这个尽量 不要伤到赖庆德的选情 那另外有人就说 到底哪边不周延了 还有呢 有人觉得 他就是小英男孩嘛 自己这个林志坚之后呢 又有全党在护他 全党在挺他的 难道只有检讨就行了吗 他是重大的失职应该要法办才对呀 好 现在呢已经被列为了毒职罪的被告 那看到苏晨昌呢 当然其实第一时间他就已经在护航了 帮陈吉仲来说话 好 那他昨天也继续说 他说中国在爆发非洲珠瘟的时候呢 台湾可以守住真的要特别感谢陈吉仲主委领导的防疫团队 为台湾挡下了这场浩劫 希望为台湾做事的人有在做事啊 不孤单 那网友就说啦 谢谢院长跟陈吉仲部长 希望呢 你们都可以再回来 一个是前行政院长 一个前农业部长嘛 再回来 为什么可以帮国民党来助选嘛 帮国民党的选情加分 有人就说这是不是提油救火呢 真的智商真的令人质疑到底有多少 那么包括民党立委也是呢 在陈吉仲的那一篇脸书贴文下面在送暖 这个不停的在说部长辛苦了等等 看到罗志正就说 你的认真努力跟付出大家都有看到 另外林静怡说 只能够期待你为台湾农业做的建设跟改革 能够有继续延续的可能 林楚英也说部长辛苦了 农民朋友可以感受到你跟同仁的努力 真的吗 农民朋友真的有感受到 陈吉仲有在帮我们努力吗 包括这些农产品被禁止的时候 被禁止出口的时候 有在帮忙吗 好那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的立委王宏威呢 就说 是要躲周五的质询吗 因为周五就要进行鸡口鸡蛋的专案报告了 那现在击中滚蛋 可是见人能够拆蛋吗 民进党们到底在怕什么 前立委郭正亮说 柯建民就急了 民进党团的总招 柯建民就急了 因为怕到时候一定是炮生隆隆的 而且蓝营万箭齐发 可能就会是先设陈建仁 所以在这个时候赶快设一个停损点 赶快让他们两个人下台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我们来听亮哥的分析 比较接近真相的应该是陈其仲去见了陈建仁 因为这个礼拜要开议 那陈建仁礼拜五是要做报告 那到时候一定总职群都在问鸡蛋 所以陈其仲是要站在旁边的 那礼拜四是行政院院会 所以本来就内定陈其仲要去做报告 那民进党是这样 民进党的党团是礼拜五早上 就是院会开议之前会开党团会议 那柯建民就急了 怕那个炮生隆隆 所以也要求陈其仲要去跟柯建民做报告 所以为什么陈其仲今天会道歉 而且连续两次记者会 因为快要见真章了 礼拜四你要到行政院也要到柯建民 两边都要做报告 那你如果没有说服柯建民 柯建民怎么去说服党团呢 那你这个行政院报告一定要过关 不然陈建仁礼拜五怎么报告 而且那天一定是万箭齐发 好今天要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是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明贤哥早安 佩姐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明贤哥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个昨天陈其仲中午出来的时候 他还说他是为了社会纷扰来道歉 但那时候还没有说要请辞 在晚间的时候呢就说 这个要来离开这样子 那看到当然下面很多绿营的这个立委也好 明贷都在留言 在这个送暖 说部长辛苦了等等 可是说真的 如果大家觉得他真的辛苦了 有在做事也做得不错 很多的政策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下来呢 是不是就是避重就轻 要做赖清德 希望这个不会再影响到赖清德选情等等 而且刚刚听到亮哥也说啦 如果呢不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是在礼拜五 好直询的时候 真的万箭齐发 就是对准成见人 其实我民营党 现在就是死不认错啦 现在最倒霉的不是陈吉仲 陈吉仲下台 我觉得不是重点 重点是台湾民众很倒霉 现在很多家庭主婦真的很辛苦 现在台湾民众 连安心买蛋 买一斤蛋 一斤蛋安全的蛋 对民众来讲都是一种奢求 我家我太太 几乎每天早上都要煮一颗蛋 所以他大概固定两个礼拜 他也会买一盒蛋 甚至有时候我去帮他出去买 我就去杂货店买零庄的蛋 结果我家的冰箱 现在两个月都空了 一颗蛋都没有 我太太不敢买 我也不敢买 我怕我也买到的是进口蛋啊 那些流出来的 巴西的蛋 那些坏掉了 有可能是沙门氏菌 吃的会烙瘦 所以 台湾民众现在最倒霉吧 连安心吃一颗蛋 这种都变成奢求 你乘几何时 你想想台湾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倒霉的是台湾民众 所以我就说 陈吉仲请辞 第一个 昨天他中午 对外道歉是讲说 为造成社会纷扰而道歉 甚至昨天请辞之后 陈吉仲还在那边 杠上台湾媒体 说什么很多造谣台湾媒体 是谣言最多的 造谣最多的 你有诚心道歉吗 你陈吉仲请辞 你真的有为台湾民众 造成了纷扰或困扰 为了家庭主簿 买不到一斤安全的蛋而道歉吗 应该是没有 那民营党一些人留言 包括民营党这些立委留言 说部长辛苦了 你怎么争孝 谁辛苦 是这些老百姓才辛苦好不好 跑了很多不要讲快塞 之前跑很多药局 包括前年疫情的时候 买不到快塞 现在情况不是一样吗 你跑到Seven 跑到杂货店 我问大家 我问中天的朋友 你们大家 就心同死理 你们去买鸡蛋 你们认为买到了散装蛋 是安全的吗 你们敢买吗 所以我就说倒霉的是这些民众 然后这些民进党的 执政党的立委在讲说 部长辛苦了 然后你的认真 你的努力付出 大家有看到 哎这到底是 在争孝的吗 你把台湾民众当做白痴吗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啦 就跟蔡英文总统 9月7号在非洲出访的时候 他还在称赞陈吉仲 他说进口蛋的专业领域 熟悉这些领域的厂商 做的国际贸易模式 跟工业制造的产品 再卖出去的是不一样 所以在9月7号的时候 蔡英文也认为说 进口鸡蛋整个过程 都摊在阳光上 一切经得起考验 9月7号蔡英文还认为没有问题哦 那乘几何时 为什么 陈吉仲昨天几次要出来道歉 结果昨天晚上在脸书上宣布请辞 所以因为陈吉仲整个鸡蛋 这个烧起来了嘛 陈吉仲必须要断然止血 好 不要讲说礼拜五立把院要专案报告了 现在整个疑点重重 不是说陈吉仲下台就算了 我讲三个疑点最简单的 第一个 你超市进口的蛋 有一亿五千多颗 好 现在五千多万颗是要销毁的哦 那你过程中有没有土力 有人计算超市进口巴西的蛋 获利3800万 这个有没有土力 有没有人魔不脏 有没有谁把 讯息泄漏出去 这个要不要查 第二个 你保存期限 你到底是 喷膜 还有包膜 或喷漆 或喷膠 涂蜡 那这些90天还120天 谁讲的对 中间有没有说谎 第三个 现在鸡蛋外流啦 巴西的蛋外流啦 说什么蛋液啊 蛋液混在一起 巴西的蛋变成本土的蛋 现在很多新北的学生也吃到了啦 还有食品大厂 某某大家很常买的叉叉莓啦 不要讲 有些媒体没有报道出来嘛 食品大厂也用了 大家吃的安心吗 这些问题 不是随着陈吉仲下台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敢在这里负责任讲啦 我这几天在上这任节目啦 联民进党的名嘴哦 立委哦 他们讲说啊 这件事哦 就是被人家打了 他们也无法完全无法辩护了 然后联民党的前任的一个立委哦 謝忻你来讲说 这件事情是大的扣分啊 所以这件事情你怎么去处理 所以民党立委这边在慰问说 陈吉仲下台部长辛苦了 这讲这话真的成效的啊 半夜吹哨子啦 这件事情伤到赖清德的选情 而且这件事情 伤害的不是只有几%的民调而已哦 这件事情 只要没有处理好 在下礼拜或下下礼拜火烧起来 再去测试看民党赖清德的民调 我认为至少是3%的影响 因为 鸡蛋不是说我国民党我懒的要吃而已 你民进党 你政治上支持民党的人 你不吃鸡蛋吗 而且鸡蛋外流的话 早餐店 所有食品什么都用得到 谁吃了安心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是变成很严重的 社会社会问题 食安破功了 民进党会为了这件事情 布出重大的责任 所以 礼拜五只是一个关键而已 大家当然会政治工房 会认为说 陈吉仲是怎么下台的 可是这件事情 背后的真正根源是 第一个 有没有土力超市 谁人谋不张 第二个保存期限是多少天 到底多少人吃了 第三个 外流很严重 鸡蛋坏掉有沙门四菌 吃了会上吐下泄 有营养师已经很怀疑说 他是不是吃掉坏掉的蛋 那如果到时候有人申请国赔 政府怎么处理 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 不是陈吉仲下台就可以解决了 这件事情会变成一场 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危机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